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看法阵道第七条 阵力 你阵足道 心不懂时故 由此可指 阵力关系重要啊 你阵道 你阵道 尽宗学会成立 我们从经论里头 解学 修学的五个科目 因为修学 越简单 越好 绝不可以太多 绝不可以太砸 多而砸 反而受不到 效果 所以一定要精简 所以我们 学了五个科目 第一个科目 就是 敬业散服 是从 《观无量寿经》上 选择的 非常重要啊 我们要常念啊 这是修行的 大根大本 无论修学 哪个法门 行教 密教 中门 教下 无量法门 都是从这个基础上 扎根 它有三条 是一句 我是把它配在 舍暴图 方便图 同居图 我把它分配在 这个地方啊 第一条 校养父母 奉祀 司长 慈心不杀 修识善业 这一条 要做不到 决定 不能完成 啊 镇足 双修啊 镇修 是 《弥陶经》上 讲的 志齿 名号 一心 不乱 这是镇修 啊 《弥陶经》上 这两句话 就是 《无量寿经》的 第十八月 啊 我们用这个镇修啊 可是镇修 还需要 住心 为什么 没有 住修啊 你的镇修 决定 不能成就 啊 换一句话 住 是住镇的 没有住 那个镇就变成偏邪了 所以古大德 有提倡 本院念佛 啊 现在日本传的本院念佛 有必变 啊 他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啊 啊 以为 单单持 第十八月 这一句佛号 就能往生 错了 啊 这个就是什么呢 去解经义 啊 我们中国人讲 断章取一 错了 啊 他不知道 无量寿经 每一句经文 都包括全部的经典 华严经上说 一几十多 几十亿 四十八月 任何医院 都包括其他的四十七月 那一月才是圆满的 啊 第十八月 为主 他要不能圆满包含 其他四十七月 第十八月 第十八月 有千学 不圆满 这个道理 他们 疏忽了啊 啊 所以 现在人讲的本院念佛 不是古来祖师大德 所说的 啊 用的名称跟古人一样 内容完全不一样 效果当然不相同 啊 所以教 不能不深入研究啊 啊 祖师大德 常常教导我们 深入 进藏啊 啊 你要不深入 往往把意思 搞错 自己不得理 那情有可原 你不能怪别人 如果你影响到别人 也不得理 那你就有罪过了 这个道理 不难懂啊 啊 所以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敬夜三福 是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 不管修哪个法门 都不能成功 就像盖房子一样 这是地基 这是打地基 你没有好的地基 你怎么能够 盖得了房子 这个道理 不可以不懂 孝阳父母 奉思思长 慈心不杀 都乐实在 十善业 十善业要是做不到 前面三句都是空话 用什么来校养父母 修师善业 你父母换血 我这个儿女是善人的 修师善业 才是真正奉思思养啊 老师欢喜 学生善啊 所以 离开了十善案的 孝亲尊丝 这幽名无事 所以 这一条做到了 一心念佛 求愿往生 决定生 凡圣同居徒 凡圣同居徒里头 有三倍九品 那就看到你功夫前身 功夫前身 正做两边队伍 三福的第二句 受持三规 举足众戒 不犯威 这是 从第一条 再进步到第二条 第二条里头 决定包括第一条 换一句话说 你能够做到 这个气质 从校养父母 到这个 居足中间 不犯威夷 你能把这七句做到 念佛往生 身方便 犹豫徒 不一样啊 如果再把后面四句 也能做到 发菩提心 身心 因果 读诵 大臣 劝尽行者 那你往生 决定是 神 实报 专专专 我是这个想法 敬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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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怎样念佛 你能把这些都做到了 都叫做念佛 校养父母是念佛 奉司司长是念佛 慈心不杀是念佛 修士山业是念佛 字字句句都是念佛 这叫做念正足道 念子在此 决定没有深念 深念就是忘掉了 初学的人总是念不了 常常深念 所以每一天要修忏悔 为什么我这个念头忘掉了 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 所以念佛人 为什么要带个念珠 收上哪个念珠 念珠的用意 就是提醒自己 不要深念 一看到这个念珠 马上就想起来了 这是念珠很大的作用 所以念珠不仅是计数 最重要的是 提醒自己的真意 不单要常常提醒自己 实实在在说 我们周边环境 一切人看到这一串念珠 他也知道念佛 他会动这个念头 会不会念呢 不一定 但是他会起这个念头 这个念头是好念头啊 还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 鬼神 鬼神看到你这串念珠的时候 也提醒了他念佛 所以念佛人 带这个念珠有什么好处 好处可大了 好处可多了 要懂这个道理 提醒一切众生的真念 我们佛门里面 所以有很多人不晓得 我们供养佛像 绝对不是崇拜偶像 所以社会上有很多人 是我们迷信崇拜偶像 从佛教里头 所造的这些像 无论是铸造的 弥俗的 彩化的 都是提醒我们真念 用这种方法了 都是自信真 我们见到释迦摩尼佛的像 提醒我们仁慈 亲近 摄迦摩尼这个名号 摄迦是仁慈的意思 对人要仁慈 对自己要亲近 摩尼是亲近的意思 亲近极灭 这个凡文叫摩尼 所以我们见到这个像 就想到 我要以慈悲心待人 我要修自己的亲近性 对自己要亲近无人 对人一定要仁慈 仁慈博爱 是这个意思 用这个提醒自己 绝对不是半偶像 所以阿富汗那边 把这个佛像炸毁掉的时候 他不懂这个意思 他以为我们是半偶像 所以他不晓得 这是提醒 一切众生 要以仁慈博爱对人 要以亲近极灭修养 观音菩萨是提醒我们慈悲 地藏菩萨是提醒我们孝敬的 听到这个名号 见到形象 就想到经典里面的教训 用意在此 哪有明信 他是属于教学的设施 教学的工具 现在教育里面讲的教具 而佛家的时候 这个教具是达到最高的艺术境界 这是人类的文明 人类的文化造型 要懂得这个道理 好 这一条就讲到此地 我会有一个更多艺术境的教育 对我说 有一个更多艺术境的教育 也有一个更多艺术境 但是你会有很多艺术境 是一个更多艺术境 但是你会有很多艺术境 就是一个更多艺术境 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